六四事件前夕,赵紫阳被秘密罢免,他认为会议是非法的,日开会反抗,但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打太极,拒绝为他组织会议,本文摘次改革历程,作者赵紫阳,新世纪出版社出版。 我想再说一个问题,就是由于北京发生的这一场政治风波,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,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。 我拒绝出席5月19日宣布戒严的大会,这个行动大大的激怒了邓和其他一些老人。 20日,邓在他家里召集陈云,丽先念,王震,彭真,杨尚昆,李鹏,乔迟,姚依林等人开了一个会,当然没通知我参加,也没有通知胡启力,他也没能参加。 听说王震在这个会上大骂我是反革命,李先念说我是第二个司令部,最后邓拍板撤销我的宗书记,并且说待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在对外公布,就这样没有人告诉医生就让我靠边站了。 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会议,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有5人,只到了3人,胡启力未被撤职,我在开会前也未被撤职,还是常委,常委中有两人不通知就做出这样的决定,我认为这件事恐怕不能说是合法的。 我在19日至21日请假三天,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,当然也没有11人找我联系工作,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,把我和外界隔离了。 我从别的渠道听到李鹏、杨尚昆、姚依林、宋平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,宣布我的罪信,还组织班子起草文件,为召开全会宣布我的问题做准备,同时还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、二把手就到北京打招呼。 所有这些重大部署,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,又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,常委五人,我和胡喜利被排斥在外,不会有合法的常委会议。 应该说,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质,因为党章规定,中央委员全会闭会期间,由政治局代行职权,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。 显然,以上重大部署,既非政治局会议,更非由我主持,不管是由另外十一机构,十一人主持的,都是违反党章的。 在这种既没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职,又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况下,我当时产生了个顾虑,怕他们过后倒打一耙,说我自己要了挑子。 因此,我曾经找过中办温家宝,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。 当时温家宝说,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,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。 一切活动都是李鹏,杨尚坤另外安排的,并不通过中办。 如果我一定要开会,中办也可以发通知,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,希望我顺重考虑。 既不能召开会议,我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坤,要求杨尚坤同我谈一次话。 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职的问题。 另外想解释一下我5月16日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为时遥遥讲关于邓在党内地位的那段话。